最近,荣耀发布了全新的千元全面屏手机,荣耀9青春版,下面一起去试玩一下。 一拿上手,荣耀9青春版给你最大的感觉,就是屏幕很大。 没错,荣耀9青春版在5.2英寸的机身里放进了5.65英寸的1080P屏幕,在保证了小小手感的同时,却有更好的浏览体验。 由于全面屏的缘故,指纹识别被放置到了手机背面,后背的玻璃材质在阳光的反射下看起来很有质感。 系统方面,荣耀9青春版已经预装基于安卓8.0的Emotion UI 8.0,配备了其0659处理器。 分别从软硬件上保证了手机的流畅运行,实测发现,王者荣耀高帧率运行下不会明显发热,帧率也能够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水准。 拍照是荣耀9青春版的重头戏,荣耀9青春版前后置皆为双摄,是荣耀手台前后四摄手机。 前置的1300万像素拥有2.0大光圈镜头,还支持AI私人定制眉颜。 可以看到前置双摄拍出来的肤色很自然,借助双摄还能够获得不错的自拍虚化效果。 荣耀9青春版后置1300万像素双摄像头,实拍中发现对焦还是非常快的。 而借助双摄获得的背景虚化效果非常好,边缘看起来很自然。 好了,这次荣耀9青春版上手就到这里,下次我们再见。 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